来了,太平山地狱,太平宫内,打坐冥想中的陆无飞猛然睁开眼,身形瞬间消失在卧室之中。 下一秒,一道黑影自太平风起,身形直射向北方天空。 与此同时,蛮荒地狱,但凡实力足够强大大妖,都能察觉到北方有庞然恐怖气息传来。 一个个睁开眼睛,望向北边,雾峰岭,奢华山洞釜底之内,来了! 依旧赤身躺在被众多白花花漂亮侍女包围的白鹤大圣这一刻同样从睡梦中猛地睁开眼睛。 下一秒,一身白袍飘飘的白鹤大圣出现在了雾峰岭上空,抬眼向北方望去。 感受着北方天空传来的恐怖熟悉之感。 白鹤大圣,面色越发阴沉。 真是个春小子,有蓝羽那样的大腿不去抱。 就凭你我俩个,又怎能击败那大鹏? 不对,那大鹏怪来得太急太快,蓝羽所在的青羽山又太远,他想抱也来不及。 罢了罢了,自己与大鹏怪的仇怨这次就别想抱了,还是先就向那小子吧,不然那小子是被大鹏宰了抓走,自己也脱不了干系,恐怕还要得罪那小子师兄蓝羽。 草帅了,我当初就不该联系那小子的,更不该提合作。 真是倒霉催的,面色一阵阴晴不定后,白鹤大圣一咬牙,身形随即朝着北方天际急速飞去。 太平山以北,陆无飞离开了太平峰,身形就急速朝着北方天际击射而去。 接下来与金翅大鹏叼一战,可以想象,场面规模绝不是之前与兔妖妖族还要师托国丞相羊吞暴战斗所能比较的。 陆无飞可不想把自己辛苦经营了多年的太平山打烂,身形极力朝着北方天边狂飙。 从遥远北方天际传来的庞然恐怖气息绝非一般妖族能做到的。 身未到,气是仙道,这也绝对是金翅大鹏那种嚣张狂妄性格能做出的事情。 毕竟都能当众叫嚣要撂倒西天如来,夺他大雷音寺,雷音宝叉,如此嚣张又狂妄到了极致的妖怪。 整个西游世界也仅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哦,差了。 还有一个,那就是记忆中大闹天宫时,叫嚣他要将玉帝赶下台,自己做玉皇大帝的猴子孙悟空。 不过性格如此嚣张的金翅大鹏雕这般倒也好,能让鹿无飞及时离开自己的太平山领地。 鹿无飞急速向北,身形迅速飞过太平风,飞过改名北太平山的鹰牙,飞出了太平山领地。 还在一路向北,当他迅速穿过北边与太平山相邻的最少两处势力广阔领地后,他终于看到了北方天际,视线尽头,一道金色身影正急速飞驰而来。 伴随着金袍身影来的,除了铺天盖地般袭来的滔天恐怖之势外,还有一阵阵轰隆之音。 这一刻,鹿无飞停了下来,迎风而立,远处天边。 金袍身影速度极快,不过几个呼吸时间,那道身形便急持至鹿无飞身前远处,与他隔空而立,身形样貌终于清晰在他眼前。 只见那大鹏鸟,身形约三米,身着一袭金色威严长袍,面容呈现青年男子冷峻模样,眉宇之间,力气从生,只一眼,就知道这男子不似好人,绝对是残忍,狠独之辈。 来者可是师托国国主。 黑色法袍烈烈作响,鹿无飞看向前方气息强大金袍身影,突然开口问道,听到对面话音传来,只是冷眼看着挡路的身影的大鹏里都不理。 突然,大鹏冷酷脸色微微皱了皱眉,他刚一眼,居然没能看出对面身影本相。 随即,大鹏眼底一道金芒闪烁,双眸冷光,再度狠狠扫向前方。 只见那黑袍身影身上毫无变化,依然站立空中,动用了神通,依然看不破对面本相。 大鹏心中顿时一怒,随即双眼大放金光,再次看向对面黑袍身影。 这一次,一袭黑袍的青年身上依然无动于衷,没有一丝一毫的多余意想。 有意思,怒火蹭蹭往上涨的大鹏突然笑了,看来眼前这妖族小辈有些不烦,不过他此时可没兴趣多留,他还急着去太平山抓那狼妖呢,以免那狼妖跑了。 至于这眼前小辈,等抓完狼妖再收拾也不迟,于是冷声道,小子,滚开。 对面,陆无飞自是感受到了前方金袍身影的打量,窥视,但他三在其宫地下七十二遍已经攻城圆满。 现在,一般妖怪要想看破他本相原形,那就是在说笑。 于是,大鹏突然开口之时,陆无飞双眸之间,突然轻光闪烁。 下一秒,他就看到了对面的金袍青年身影后方,陡然浮现出一只身形庞然,这天毕滴一般的金翅大鹏雕正怒视而立。 小子,你这是在找死。 感受着身上的窥视之感,看着对面那黑袍小子双眼之间的轻光,大鹏瞬间反应过来,咧嘴冷喝之时,抬手间,一只庞然尖锐利爪突然浮现空中,猛地朝着前方远处的黑袍身影抓去。 呵!金翅大鹏雕荡面,陆无飞又怎会不有所警惕,呵呵一笑,身形立刻消失在原地,庞然力爪一把抓了空。 下一刻,陆无飞身形出现在了侧方更远处。 大鹏看着那黑袍身影,冷酷脸色咧嘴一笑,道,小子,我记住你了。 说吧,金翅大鹏也懒得再理会那小子,身形就朝前方飞去。 抓那狼妖要紧,他现在可没兴趣花时间对付这小子。 他算是看出来,这小子别看才是妖族,修为不高,但实力应该不差,抓他要费不少时间。 正是要紧,先抓了狼妖再说。 这般想着,大鹏身形迅速向前飞去。 后方,陆无飞看着擦肩而过的大鹏,这时才意识到那老妖居然没能认出他来。 这就有点离谱了。 不过再离谱,他也不能把大鹏雕放过去。 他好不容易一路跑到了太平山外,岂能将战场置于自家太平山内。 于是也不在墨迹,一团白光迅速钻出袖口。 陆无飞随手抓起白光,就猛扑向远去的大鹏。 只是刹那之间,白光瞬间化作晴天白玉柱,晴天白玉柱迅速暴涨,暴粗暴肠,转眼就延伸到了金袍大鹏身后上空,朝着下面大鹏后脑门砸去。 陆无飞这一偷袭来得又快又急,请这要一棍砸屎,饶是他是大圣,也要被砸得狗吃屎。 一瞬间,背后仿佛长眼的金翅大鹏猛然转身,手中凸现的一杆方天化脊,迎向来袭的巨型晴天白玉柱。 砰,一声轰隆巨响,电光火花四射。 一道无形灵气爆炸余波,瞬间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 下一秒,陆无飞被晴天白玉柱传来的距离阵翻,倒飞了一个跟斗。 而那手持方天化脊的金袍大鹏也被晴天白玉柱一击,轰退了十数步。 陆无飞轻松站稳,手中拎着变化原样的晴天白玉柱看向下方。 就只见,下方手持方天化脊连退站稳的金翅大鹏原本冷酷面色越发难看,阴沉如水。 刚那一击,陆无飞虽是偷袭,却被对方反击振飞,看起来似乎是玩输。 但考虑到他与金翅大鹏之间的修为差距整整差了一大阶。 他这一击能偷袭成功,还让对方吃扁,怎么算都是小胜了。 而对于大鹏来说,被个妖族小辈偷袭击退,绝对可谓启齿大辱了。 尤其是对他这种嚣张跋扈性格来说,眼前这小子必须以死来谢罪。 小子,大鹏看着对面远处高处的黑袍青年,一字一句道,我不把你肉身剥皮抽筋,把你幽魂打入九幽之地,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我就……。 只是他话音未落,陆无飞这时又开口道,可是师陀国主当面。 大鹏的狠话戛然而止。 正疑惑这小子为何三番两次询问之时。 他突然反应了过来,面色陡然一变,音声道, 小子,你就是那白浪,太平山白浪,杀了我两员大将的太平山狼腰白浪。 看着总算反应过来的大鹏,陆无飞面色立刻乐了,笑道,国主总算是反应过来了,没错,我就是白浪。 你那两位国中大臣也是我杀的,至于我为何要杀他们,想必国主自己清楚。 好,听到对面黑袍小子的话,大鹏笑了,敌人当面不相识,可笑自己还要去寻找,还是这小子主动暴露的身份。 好的很啊。 大鹏笑脸陡然一变,冷声开口,身上气势猛然暴涨,庞然妖气如实质直观苍穹,风声极笑,乌云漫天,迅速遮蔽天穹,天地迅速暗淡下来。 我说呢,怎么随便遇上一只小妖,便有如此实力,原来是你这武装冠贼子。 杀我大叫。 大鹏冷声继续道,今日,我就要让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贼知道什么叫敬畏。 说吧,大鹏身形一晃,身形迅速攀至五米,手持方天化脊,猛地扑向高空的陆无飞。 大鹏这一扑,速度极快,几乎是转眼之间就到了陆无飞面前。 不过心中警惕拉满的陆无飞早有准备,身形再次消失在原地,出现在了更高空上。 只是周围天地传来的极大压迫之感让陆无飞能清晰察觉到,他现在的每一次动作都比之前更加费力,费力几倍不止。 如是他这般一直躲猫猫下去,那么用不了太久时间,无需大鹏触手,他自己就得力竭。 周围天地之间除了强大的压迫之力外,还仿佛是被封锁隔绝,让他无法汲取吸收天地灵气作为补充。 不过他身上灵药灵珠无数,一时之间倒是无妨。 但矜持大鹏这表露出的强大能力,却是不得不令他越发谨慎小心了。 这就是大圣致敬的强大吗? 还未动手,仅凭对这一手对天地元气的控制,一般的妖王妖祖在他面前连站稳都难。 脑中急速远转,感受着周围压迫力四世还有增加之事,察觉自己与大圣的差距。 鹿无飞拉开身形,果断不与大鹏做过多纠缠,直接放大招,法天向地。 一念至此,鹿无飞心底一声,下一秒,轰隆隆,一道惊雷瞬间乍响天边,刺眼白光划破昏暗天地。 鹿无飞身形瞬间化身狼头人身半腰之躯,随即疯狂暴涨。 只是刹那之间,狼头人身之躯的鹿无飞请客间便暴涨至百丈之巨。 轰隆隆,狂风倒卷,便闪雷鸣。 金翅大鹏还未反应过来之际,远处的鹿无飞本向真身已经疯狂暴涨至五百丈。 七八丈,一千丈,只是一眨眼时间,狼头人身的鹿无飞便暴涨至一千丈之巨。 一千丈,看着那头白狼只是一个呼吸间便暴涨至千丈,微微恐怖之躯。 一时之间,大鹏也不由看冷了。 随即看着那白狼丝毫没有停止迹象,而是继续在疯狂暴涨。 反应过来的大鹏眼中不由闪过一丝震惊之色。 一般妖族,哪怕妖族后期,本向真身能到七八百丈已经是极限。 有一种天赋血脉的妖族可能长至九百丈真身,但这已经是极限了。 他妖族后期之禁食,也就是九百丈而已。 但如今,这白狼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当初的真身之巨,而且他还在这儿。 他可是记得清楚,自己麾下大将军胡越所说的,那狼妖白狼不过才刚刚晋级妖族,连一年时间都不到。 但眼前,来不及多想,大鹏身形立刻击退。 随即一声仰天长啸,人形身躯瞬间变身成背声金翅,坤头人身,半腰之躯。 紧接着,大鹏身形也在急速暴涨。 真身之所以强大,之所以会作为绝大多数妖族中腰实力底牌。 就是因为庞大,顶天立地的真身之躯,能翻十倍,百倍地提升自身防御力,自身所有属性也会跟着暴涨。 虽然这本就是个妖怪本身实力,但化身之时,可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只有变身真身之时,才能彻底施展出其所有力量来。 至于为何妖圣之境的大鹏,为何一看到陆无飞变身本相,就要跟随? 则是因为陆无飞本相真身太过惊人,太庞大了。 否则,一般妖族在他们面前,就是变回真身,也能轻易被他吊打。 甚至更多时候,妖族在他们面前,根本都没有变身本相的机会。 轰隆隆,轰隆隆,天边惊雷不断,狂风呼嚎,刺眼光芒照亮昏暗天空。 两尊称天巨人在昏暗天地,在电光闪烁之间拔地而起。 一千兆,一千五百兆,两千兆。 当狼头人身的陆无飞疯狂暴涨至两千兆之时,增长速度这才开始放缓。 陆无飞看着自己微微如神灵的恐怖之躯,颇为满意。 这是她晋级神仙之境后第一次施展法天相帝。 不过她还没望此时身处河地,马上转头看去,就看到稍远处。 一尊被生双翅,心惊爆眼,困头人身的庞然巨物身形也迅速暴涨,攀升过千兆。 一千三百兆,一千五百兆,一千五百五十兆,一千五百九十九兆。 极限了,迅速变成本相真身的金翅大鹏仰天就要咆哮出声。 就在这时,一感仿如天柱一般的白玉巨柱从天而降,猛地砸到了她脑袋上。 一时间,按金色血液狂涌,金翅大鹏头破血流。